大家早上好 今天很荣幸能够作为第一个演讲者 为大家来分享Melanox 这一家在全世界互联网领域 互联网设备领域领先的一家公司 我们在SDN和NFA领域 有一些什么样的新技术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做一下公司的自我介绍 因为Melanox的品牌 在中国还处于一个 在不断发展当中的状态 我相信很多人没有听说过Melanox这家品牌 那我们是一家以色列公司 总部位于以色列 同时也有美国加州的一个总部 全球现在有接近2600名员工 速度还在急速的增长当中 通过自身的发展和一些公司的收购 在中国我们的总部位于保力国际广场 这也是最新把公司的总部 我已经到保力国际广场 Melanox是一家世界领先的 端道端网络互联设备提供商 我这里面用到几个词语 可能都很有震撼性 世界领先 可能很多人连Melanox名字都没有听说过 我们居然自称是世界领先的 第二个是我们是全世界唯一的一家 能够做到完整端道端网络互联设备提供商 是唯一的一家 也可能比较震撼 第三个是我们的网络速度 也是全世界最快的网络速度 也是可能让大家觉得比较好奇的 第一个我们为什么是端道端 因为我们有自己的网络芯片 包括网卡芯片 交换机芯片 还有CPU芯片 所以这三者集合为一的 全部都有的公司很少 而且我们在这三个上面 做到芯片的性能 速度是全世界最快的 后边我有一个介绍 速度最快对SDN和NFV的平台 有一个极大的重要性 除了芯片之外 我们有自己的网卡 现在主流的存储和服务器公司里面 都大量使用了Metalouse网卡 而且全世界比较大的 排在前几名的互联网公司 网络2.0公司 我们的市场占额率是最高的 虽然我们的品牌知名度 可能大家未见知 但是你今天用到的很多的服务 都是基于我们的网络公司 我们的网络设备提供出来的 包括全世界最知名的网络2.0公司 因为我们每个月有几十万片 几十万台服务器里面 用到我们网络设备的出货量 所以这是非常惊人的 正是因为我们有非常优秀的性能 和非常高的性价比 和非常开放的一个平台 这是我们三者 具备独特优势的一个产品特点 那么在交换机上面 我们有自己的网络芯片 包括网卡芯片和交换机芯片 所以我们可以有自己的交换机 我们有全系列的交换机产品 包括以太网 还有Infiniband 两种网络的网络交换机 从比较少的端口数到 600多端口数的大的交换机 所以我们的产品线是非常完整的 那么除了我刚才讲的网络设备 今年我们收购了网络电信 电信里边处理器的一家公司 叫EasyCheck 我相信现在很多电信的设备里面 用到了这家公司的产品 那么因为它是一个芯片的提供商 可能大家没有听说过它的名字 但是我们大的非常大的电信设备提供商里面 用到了很多核心芯片 就是来自这家公司 那么它有两个产品线 第一个就是专用的网络处理器 第二个就是CPU ARM CPU 所以我们收购了这两个产品线之后 会把它融合到我们最新的网络产品当中去 包括对SDN和NFV都会有一个全新的 就有创造性的全新平台 当然提供网络设备 不仅仅是给你性能和稳定性 我们还有很好的易用性 所以在软件上面 我们首先第一开发了自己一系列管理平台 第二我们有一个开放性的态度 我们和第三方开放的管理软件 有一个非常好的兼容性 这可能也是全世界其他一些网络公司不具备的 我在最后面会讲一下 我们在OpenInternet 也是Melanox lead的一个project 开放以太网 做了一些什么样的成就 远程互联设备 这是跨数据中期的一种远程互联设备 同时我们提供端到端的网线 那么可能网线对大家来讲 以前觉得是个技术含量低的设备 其实远远不然 在今天的25G 40G 50G 100G 这个网络时代下 网线无论是成本和它的技术含量 都远远不低于网卡和交换机的技术含量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具有竞争力的一款产品 有了我们的芯片网卡交换机网线软件加CPU 所以我们有一个完整的端到端的产品系列 那么支持网络速度 我们不支持千兆以太网 从来没有做过千兆以太网 但是我们从万兆开始已经做了这种设备 到今天我们是全世界最先做的25G设备 而且是用量最大的25G以太网设备 4万兆以太网我们今天几乎占领了90%的市场份额 这是非常惊人的一个数字 那么完了是我们有50G 100G的网络速度 当然100G 50G可能有别的公司也开始做了 但是我们公司的因为我们有独特的一个芯片技术 所以我们的领先优势是友商像Brockham这种公司 它跟我们还是有差距的 那么今天我细心满满的给大家讲了很多 后面会有一系列的事实 如果大家就有疑问也可以对我提出一些问题 那我希望因为今天是20分钟 我想可能大家没有时间问太多的问题 但是可以到我们展台的项目的问题 重新回到我们今天的SDN的主题 NFV我相信在昨天大家已经听了很多概念上的介绍 需求上的介绍 我就没有必要去重复 我今天主要讲的是在性能 可靠性 可扩展性上面 用在Miondox的网络 是如何和其他公司的网络有一个差异性 那么Cloud无疑将会承载NFV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 将来NFV一定是部署在Cloud Infrastructure下面的 网络在Cloud Infrastructure下面的重要性会变得越来越重要 无论是性能可靠性 还是可扩展性 还是可编程性和开放性 都是至关重要 那面看这些平台需要Miondox打造一个什么样的虚拟化网络 我们第一必须要做大家都能做到的虚拟化功能 第二我们要做到大家做不到的一些加速功能 在传统的虚拟化之上 我们能做到一些其他公司没有想过的硬件加速功能 因为我们Miondox公司一直是以做全世界最快网络而著称的一家公司 而今天我们把很多功能性加上我们先天性的性能优势 融合为一体来达到一个未来面对NFV和云计算的一个最高效的网络平台 第三是自动化 那这三者有之后 我们的网络叫Efficient Virtual Network 高效虚拟预派网 第一它会提供存储领域里面 所完全没有想到过的网络速度 到今天为止 在高速存储里面 Miondox占有绝对绝对的优势 因为我们不仅仅提供给你的是带宽 40G 50G 100G 可能对存储来讲不是最重要的 虽然我们知道它需要大的带宽 但是后面还有很多很多更智能的技术 来驱逐存储的性能能够发挥出来 不管今天的SSD还是NVMe未来的一种发展趋势 它的背后需要的不仅仅是网络的带宽 是需要你在传输协议上的一个转变 所以今天我们在讲NVMe over Fabric 不是你简单的把网络带宽提上去 就能够做Fabric over Fabric 是绝对不可能的 因为NVMe的速度已经远远超过PCP 或者是ISGASY 今天能够提供给你的一个带宽 我们需要用更革新的网络传输协议 去能够Match NVMe的一个速度 SSD的一个速度 这种技术也是Melodos独有的一种技术 当然今天有更多的生态圈 更多的网络公司开始学习我们的技术 在它的网络设备里面去加入 但是相对于我们智能硬件 已经进行了若干年的一个技术积累 还是有很大的差距 那么现在很多做NVMe的公司 首选都是Melodos网络 包括我们前不久在 前两天在台湾的ComputerTax 我们有英特尔公司在展示 NVMe over Fiberix的技术 他们自己有自己的网络 英特尔有自己的以太网 但是只能用Melodos的以太网 因为他们的性能是达不到要求的 这里面都是因为我们有一个独特的技术成分 第二是网络速度本身 我们的网络可以达到限速速度转包 这个是不容易做到的 这也是简简单单告诉你 一个带宽数值没有用的 没有价值的 我们的交换机的芯片 能够处理到零丢包 能够做到在小包大包随机情况下都不丢包 但是这个是另外有商的CPU 它的网络处理芯片不能做到 这都是埋伏在很多细节技术细节里面 大家可能以前没有关注过的 第三是增强你的计算能力 大家可能没有想到过 网络跟计算有什么关系 我们各做各的事情 但是今天网络和计算已经越来越融合 它们之间已经分的越来越模糊 因为今天的网络 尤其是Melanus网络 我们叫智能网络 之所以加上智能就是因为我们有处理能力 而不是简单的一个转发能力 不是简单的给你带宽 或者给你低延迟 这是远远现在我们做NFV和SDN 或者是高性能的虚拟化 完全不够的 所以我们今天的网卡芯片 类似于CPU一样有很强的处理能力 这是为什么我们在不断收购CPU的公司 把我们本来已经很强大的网卡交换机 变得更加的强大 未来的计算是一种分布式的计算 不仅仅是服务器在分布 所有的计算单元都在分布 计算单元不仅仅是CPU 今天的CPU只是计算的一个小部分而已 我们将会把用网络来处理 越来越多的跟通讯有关的计算功能 放在网络上面 我们叫懈怠 懈怠可以释放你整个CPU的一个能力 我们不是在剥夺CPU的任务 而是让CPU能够更加充分的发挥出它的效率 如果以前你在做虚拟化 可能你低有30% 40% 40% 50%的CPU资源浪费在虚拟化上面 浪费在软件和网络的管理上面 今天全部都是我们的网卡芯片可以做 极大的释放里的CPU效率 可以安装更多的虚拟性 那么讲到了虚拟化 SROV 我相信大家都听说过SROV 如果你做虚拟化 你一定会知道这个技术的概念 Melandos也在做SROV 但是我们做的和别人不完全一样 我们支持SROV 也是现在为了SROV技术支持的最完好的一家公司之一 但是我们不仅仅支持简单的SROV 我们做到了Melandos网卡上面的交换机功能 叫E-Switch 我们都知道现在的虚拟化里面有个叫V-Switch的功能 Hyperweiser它supportV-Switch 但是因为V-Switch 它会编辑性能造成网络性能一个巨大的下降 CPU占有会有一个巨大的提升 因为你需要CPU去handleHyperweiser 去handleV-Switch 去handle很多网络功能 但是因为E-Switch 我们Embedded Hardware Embedded Switch 在你的网卡芯片上面有内嵌硬件交换机 我们在虚拟化的时候 可以巨大的释放你的网络性能 第二SROV加DVDK 今天很多的公司都在用DVDK 在开发 在加速你的软件 在加速你的应用性能 你的包转发率 但是Metanox的SROV加上DVDK 我们现在是业界能够做到性能最高的一个组合 我们如何做到最高 第一应用了我们硬件支持SROV的一个特点 第二应用了我们的E-Switch 第三有我们的软件的一个整合 软硬件结合之后 这是我们今天能够提供给大家 一个DVDK的性能 我相信无论是SDNFV还是你的Cloud 可能你都在想用DVDK做某些功能 今天我们的DVDK性能是Break the record 是全世界最快的 在相同的网络代官情况下 比如说我们的Kinex 25G以太网 今天我们可以做到34个million每个second 40G以太网可以做到56.4个million每秒钟 100G以太网可以做到74.4 而且我们的性能还在不断的提升当中 这些对你的应用都会有一个直接的影响 再有一个技术叫overland network offload overland network可能是Cloud里面 你不可避免要用的一种技术 因为你需要在大三层网络里面 你部署那种虚拟化的二层网络 但是传统的方式 你是用软件来做overland network 无论是VXLAN还是NVGRE 你都是在用软件做 功能上可以实现 但是你牺牲了很多很多的性能 耗费了很多CPU的资源 现在这种状态 左边这个图的状态就是今天 你可能用到的VXLANNVGRE的处理方式 CPU在处理你的Io操作 你无可避免的要使用CPU来处理 所以在上面你只能安装有限的应用程序 安装有限的距离机 因为你的CPU要大量的来耗费去管理VXLAN 同时你的网络性能会大幅下降 因为它中间的软件复合非常高 依赖CPU 你是没有办法实现一个非常高的网络性能的 今天用Maladows网络 大家可以看到它整个的VXLANNVGRE的处理 已经离开了CPU 我们把它的处理放在了我们智能的网卡芯片上面 做到VXLANNVGRE的offload 也是今天会生为Microsoft Azure 一个非常大的Public Cloud平台 用Maladows网络去构建它所有的后台 去构建它的Cloud 因为我们只有做到VXLANNVGREoffload之后 你才能安装更多的虚拟机 释放你的CPU资源 你才能保证每台虚拟机 它的网络带宽没有一个损失 到底一个什么样的性能 我们可以用一个非常直观的性能表 来给大家一个演示 左边的两个绿色柱状 最左边是在没有NVGRE的 没有用到VXLAN的情况下 你的带宽 基本上接近于一个物理带宽 第二个是用到了Hardware的VXLANoffload 就是卸载到我们网卡上来做 你的网络带宽是没有损失的 但是第三个是用软件来做 你的网络带宽可能是损失了70% 80% 50% 60% 在不同的虚拟机配对的情况下 所以带宽无论你怎么去调整 它都会有很大的损失 如果你用软件VXLAN的话 但是如果用了硬件以后 我们的带宽基本上接近于你的物理带宽 第二我们是没有占有CPU的 如果看到下边那个红色柱状图 是用了CPU的占有率 也就是在你处理VXLAN的时候 你耗费的CPU的资源 是迅速的一个攀升 这是NVGRE VXLAN的一个避软 但是用了硬件以后 我们可以完全释放它的能力 我们讲到过Embalance Switch Metalance Embalance Switch 今天我们没有完全去 把V Switch去替换掉 我们还要和OBS去合作 但是我们是彼此分工的 V Switch只能做一个Control Plane 我们所有Data的Path 都是用我们Embalance Switch来处理 最大的负荷就发生在 Data Pass这个路径上面 所以只有把它Offflow以后 我们的网络性能 才会在SRUV的模式下 发挥到最佳的性能 这是一些如何在使用 OBS Offload的一个技术细节 每一个数据流的包 我们去怎么样处理的 我就不想给大家 go over它的细节了 总之在你的数据处理包 到达我的网络之后 我会智能地来分析 它是不是已经在我的流表里面 如果没有 我会回到OBS去做第一次处理 但是第二个数据包 我就会用我的E Switch Embedded hardware来处理 所以做到全面加速 通过了硬件交换机 加上SRUV 加上我们对DBTK的一个良好的支持 我们能够做到业界最高的带宽 和最低的延迟 同时大幅地释放你的CPU占有率 这个是最最关键的 我们现在有一个一段公司 因为我们的网络 它看到的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我们释放了CPU的资源 它可能代表今天用不到这么多 但是即使你今天用不到这么大的带宽 我释放了你40%的CPU资源 可能你以前没有意识到过 今天你的CPU可以安装更多的信息机 来满足更多用户的一个想象 这个是更加重要的 OBS Offload 今天很多人在想OBS 我怎么样去accelerate它的application 它的performance 以前因为没有我们的Offload的硬件的功能 他们想的就是用DBTK来做OBS over DBTK 这样OBS性能就可以提升了 不错性能是可以提升 但是相对于我们硬件来做OBS Offload 还是远远不能比你的 加上OBS over DBTK 再加上我们的硬件之后 这是更加完美的一个组合 所以今天我们不排斥 你用OBS over DBTK 我们的硬件相反能够给你提供一个最好的OBS over DBTK的性能 因为我们D-Switch可以极大的加速这个路径上的网络性能 这也是一个性能的对比表 OBS over DBTK 和我们的OBS Offload的一个卸载性能上的对比 今天我们可以比它快大概四倍多的一个性能 也许今天你在用OBS over DBTK 你欢迎大家来尝试我们的一个硬件卸载的功能 和OBS over DBTK的一个性能对比 刚才我给大家讲了一下我们的虚拟化的知识 重新回到花几分钟来讲一下我们的产品 Melanox我讲到过我们是端到端的网络设备 因为我们的芯片我们的交换机 能够实现零溜包零货性和可扩展性 不是其他网络有商不能提供的 所以我们今天能够完全stand out出来 完全能够凸显出来 虽然我们的品牌知名度在不断构建当中 但是在今天的网络2.0模式下 之所以我们的品牌知名度没有被大家所认知 广泛的认知 但是我们的市场占有率又却特别的高 原因在于我们进入了服务器采用量非常非常大的网络2.0领域 但是这个领域恰恰对我们的网络知名度没有一个极大的帮助 因为我们不能宣传 但是我们将会很快地走入企业领域 让更多的用户接触到 还有一家网络公司 一家创新的网络公司 与传统的网络公司不同 他们的芯片是不同的 他们的网络开放性是不一样的 而且速度上面我们一直在领先 25G50G我们的产品已经销量非常广 在以太网上边 我反复在强调我们最高的包转发率 最零流包率和最高的性能 我们有官方的验证数字 这个数据不是我们自己说的 通常自己去自询自己的性能最高是没有意义的 而且很多在座的各位的听众会对这种话非常的反感 你经常说你们的功能是最全的 或者你性能是最高 大家不喜欢听到罪一字 但是我们确实是罪 所以我希望你们可以有机会去试验我们的产品 在我们今天说的数据后面 都有强大的一个理论支持 和实际的验证数据的支持 我们的性能报告都是第三方的数据发布的 而且都是和Broadcom一起经过测试 也是他们能够接受的一个数字 Totally Report 大家可以去官网上去查询Totally Report 发布的我们对Broadcom Ton Hawk的一个性能的对比 除了性能 因为我相信大家关心的不仅仅是性能 性能只是其中一个指标而已 有另外一点 Melodox提倡出来的 我们提倡开放平台 OpenEthernet 传统的以太王厂商是不希望走OpenEthernet 他们希望你用它的硬件 你用它的软件 好处自然有 他觉得这是自己完整测试过的产品 稳定性更强 可靠性更强 技术支持更容易解决 因为来自于同一家公司 但是在现在的网络2.0 驱使这种状态下SDNNFV的技术发展情况下 传统的模式并不一定适用 我们希望逐线的走向开放 而且这将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发展方向 Melodox会提供最好的硬件 我们是做硬件最擅长的一家公司 那我们会保持一个开放态度 和业界做软件弹性最好的公司 做SDN软件最好的公司 去collaborate 去合作 Today我们有很多punner 无论是open source 还是一些commercial的软件 尤其我们在最近 推出的一个紧密的合作伙伴 所有SDN软件非常知名的一家公司 做开放 做交换级管理 网络管理非常知名的一家公司 Cumulus 我们联合起来发布产品 Melodox提供硬件 他们提供软件 这种组合给你提供的网络管理 是完全用Linux的管理方式 系统管理员会非常喜欢这种方式 它的弹性是以前完全没有想象到的 那么也希望大家有机会去尝试 我们这种软件的组合产品 总之今天我们需要的网络 不仅仅是我讲到的 万兆四万兆 25进50进100进 带宽的网络产品 是一个智能的网络产品 是开放的网络产品 是Melodox今天 面对SDN和NFV不断创新 为大家提供的一个产品 今天是我为大家做的一个技术分享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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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